开春如何养元气 《生命时报》邀请专家来解答 一年之际在一村 中医认为雨水节气 空气湿热不燥热 非常适合养生 尤其是去年年底 全国大部分人都感染了新冠病毒 身体症的虚弱之时 各要利用春天万物复苏之际恢复元气 这里向大家推荐几个 能够帮助身体恢复元气的 经典的古代的一些方技 首先就是生卖瘾 在豆瓣新冠康复优药指南中 生卖瘾都被推荐为 阳后康复的重要重要 那生卖瘾原名叫生卖散 最早是在张元素 金元时期创立的一个方子 在一个生卖散的方子 认为是解耳又解经耳又经 群方只有三味药 由人参 麦冬 五味子构成的 人参能够大补元气 麦冬可以养阴 清热 补心 五味子 能够补气 能够养阴 脸汗 生金 所以这三个药的配五 能够一补 一润 一脸 配合非常之巧妙 阳康之后呢 如果存在于七两虚的情况 有可能表现为心里不起啊 心悸啊 胸闷啊 气短啊 心烦 心慌 甚至呢还可能出现口汁干燥 九颗不育 或者出现四肢乏力等等 这种情况呢就基本上是属于感染病毒之后的 七因消耗所造成的 那就可以呢对症来服用生脉饮 那帮助七因双补 提心神 能够敛心气 那还有一个经典的方子呢 就是六味地黄丸了 那中医学呢 有肺为气质主 肾为气质根的说法 那也就是说呢呼吸是靠肺和肾共同来完成的 那中医学呢补肾的经典方子 那就是六味地黄丸 那六味地黄丸呢 是属于这个宋代的一家前蚁 在小儿药正直觉创立的一个方子 全方呢有三补三蟹六味中药构成 它的主药是属地黄 另外两个补是山猪鱼和山药 那三蟹呢 就是属于泽蟹 牡丹皮和芙苓 纵用呢属地黄 滋阴 补肾 山猪鱼呢可以补养肝肾 山药呢可以补肾能够呢健脾 所以三个药的相配合 就可以呢滋补肝脾肾 配合三蟹的目的呢 是为了使得补药呢 不会归字密练习肾脾 配合山猪鱼防止其他温色 茯苓可以助山药之间孕 所以呢这是我三蟹 那六药合用呢 可以三补三叶补药偏重于 能够补肾 补肾 补肾 这是三阴并补 那这是补肾阴为主 是非常经典和基础的补肾阴的药物 只能一提的就是 刘维帝黄丸不是男性遵属的药物 肾阴虚的女性也可以服用 对于合作谈多的人群呢 还可以服用近代名医 施金墨的一个方子 就是七拐炎丸 因为施金墨是京城四大名医之一 有着广播的理论素养 和深厚的医学的功底 作为施金墨的艳芳 七拐炎丸呢 属于麻黄 苦杏仁 石膏等等 由三十味中药才所构成的这个方子 它还有很多的药对 有的相互配合 可以增加药物的疗效 有的可以相互制约 可以防止其偏性 那么有散寒 症壳 去痰 定喘 这种功效 尤其适合于治疗一些风寒 引起的气触呀 痰比较明显呀 甚至可以出现这种哮喘 甚至呢 还有一些咽喉 发肝 发痒 痒痒的情况 咳嗽 痰多 胸闷 咳喘等等 这种情况下都可以使用这样一种 要能够缓解病情 还可以呢 改善老年人的这种痰喘的问题 最后提醒大家 在春季要科学的进行生活起居 采用一些向后 上薄这种穿业的方式 合理的饮食 适度的进行锻炼 在春天呢 能够恢复元气 一年多有个好身体 一年多有个好身体